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小公公 今天10月25号了 多云的一天 小伙伴们 这个品种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打在公屏上面 这一颗是雪梅梁 这一颗应该是在我这里 就是目前状态最好的一颗雪梅梁了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可以骄傲的对你们说 我实现雪梅梁自由了 这个时间我总共花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我记得是前年的年底 买了10颗雪梅梁 当时种了7颗在这里面 在这个盆里面 小伙伴们 我发一张刚刚种到这个盆里面的 那个照片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 那个时候的雪梅梁 长在了我的心坎里 软软糯糯的 当时我觉得这个品种真的 特别的让我粘稀 然后呢 我就扒了一些叶片下来 叶差出来了很多很多 应该不低于200颗了 当初这里面不是有7颗吗 我记得当时 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吧 我拍过视频的 我从这里面移了两颗出来 然后一颗移在这里 另外一颗是移到这里面的吧 这里面的 然后你们看 现在这一颗 盆都已经变形了 看到了吗 盆都已经被挤变形了 哇 这个品种真的是 太棒了 软软糯糯的 现在是没有太阳啊 有太阳的情况下 应该会更好看 然后你们看 这颗长得也很漂亮 这一颗也很漂亮 然后这一颗的话 目前是我专门拿来 八叶片的 这一颗是从哪里移出来的呢 是从当初 种在兰农的那个盆里面 移出来的那一颗 看到了吗 小伙伴们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中间的那一颗 就是雪妹梁 然后呢 我把它移出来了 我前段时间长得可好看嘛 肥肥胖胖的 因为很多小伙伴 也喜欢这个品种 他们也认领了 这个雪妹梁参与营养 所以我当时 扒的叶片 就是从它的身上扒下来的 再带你们去看一看 我别的叶叉出来的雪妹梁 我整理了一下 然后把 大部分的雪妹梁 集中在了这个框里面 你们看 现在 这个雪妹梁有状态了 都已经在出状态了 雪妹梁 这颗大单头好肥呀 雪妹梁这个品种 我还没有尝试过扦插 因为我觉得 它的叶叉成功率太高了 哇 这颗也特别的肥厚 这颗到时候也准备 拿来扒它的叶片 进行叶叉 这颗你们看 以前是一颗双头的 然后这里开始分心了 变成三头了 这里就应该有20颗 再来看看云养的这些小伙伴们 看 这一颗雪妹梁也有状态了 这一颗是一颗双头的 这是一颗山头的 这是一颗单头的 这又是一颗双头的 看 这颗双头的也好漂亮呀 这个本来是个双头的 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小头了 小伙伴们看 雪妹梁漂亮吧 这里也有一颗雪妹梁 再来看看 血插盘里面的这些雪妹梁 长得也不错吧 这里还有一颗 看 这个就是小一点的时候了 这个是6月18号定制在这里面的 这一颗是一颗双头的 这里也是一颗双头的 这是一颗单头的 双头的 后面这几颗都是雪妹梁 直播间里面的小伙伴们 好多都喜欢雪妹梁这个品种 看着软软糯糯的 这一颗也是雪妹梁 这一颗也是 这一颗也是 这个盆里面还椰擦出来了几颗雪妹梁 一直都没有一盆的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从他们这上面 搬一点叶片下来叶叉 带你们看了一下我的雪妹梁的叶叉 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展现出来 就是一些刚刚定制到雪插盘里面的 我应该发过视频的 就是有一期发过 定制雪妹梁冰玉陈蒙鹿 那一期的视频里面应该也还有一些 很多小伙伴会跟我说 雪妹梁跟冰玉和陈蒙鹿长得很像 其实一点都不像的 你看雪妹梁 首先 你看它跟冰玉的区别 冰玉它是有白粉的 是有棱角的 雪妹梁没有 看 雪妹梁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 它出状态 感觉还稍微硬朗一些 然后你看它没有出状态的样子 就是特别特别的软糯的感觉 像棉花糖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再拿一颗陈蒙鹿给你们看一下 看 这颗是陈蒙鹿 然后陈蒙鹿它也是有白粉的 然后陈蒙鹿你控制到极致的时候 它有暗纹 看到了吗 叶片也要比雪妹梁更加的肥厚 雪妹梁是这种的 这个是陈蒙鹿 然后这个是冰玉 其实反正各有钱 但我个人这几个品种都特别的喜欢 今天我想把这一盘里面的 把这两颗雪妹梁移出来 因为我觉得太拥挤了 然后这三颗的话 正好在这个盆里面 它们可以再长大一些 这两颗移出来 然后把它养得壮壮实实的 又可以把叶片了 好小伙伴们 看这一盆里面有五颗 我想把这一颗和这一颗移出来 然后剩下这三颗继续在这个盆里面 我觉得 天哪 我感觉还挺难的 小伙伴们看 这里面又有好多野草 先放一边吧 然后再把这一颗移出来 哎呦好难啊 哎呀实在不行 我干脆把这五颗都移了吧 要不你说移了 这里还剩那么大一个洞洞 多不好看 那我都把它们全都移了吧 哇 这个根系 长得是真好 天呐 我只准备了两个盆 看那还得去找几个盆啊 这颗应该是叶叉出来的 放在一边 哎呦 这根长得是真好两年不到 小伙伴们看 把这里面的土都给弄没了 要不了那么多呀 小伙伴们看到那个庄子没有 两年多的 在我这里两年不到的 它都已经有庄子了 这一颗你们看 哇 这些那么小的叶片 都能够生根发芽 这个 雪梅梁生命力真的好强啊 好 哎呦我还得去找几个盆啊 我只拿了这两个盆过来 看小伙伴们 我只拿了这两个盆过来 我先种两颗进去啊 这个土还多了 这样放还可以 小白药小肥药 我就不加肥 哎加一点肥吧 加点肥 它那个 这不是要扒它叶片吗 好了 很多小伙伴都说让我这样对角现种 说我种肉太中规中矩了 我喜欢这种种 我就喜欢这种 还是按我的那个 嗯 个人习惯吧 哦这片叶子都掉下来了 顺便把这几颗枯叶给扒掉 这种的话小伙伴们 嗯不是我们拔出来以后马上就种下的这种嘛 就不需要 过多的修根啊 其实修一下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就不修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种还挺皮实的 经得起我折腾 现在都让你们做大通铺了 你们可得蒸汽哦 看这一颗 还漂亮 再来一颗 再种这一颗双头的吧 哦这里面真的好多这些叶叉苗啊 这些这个野草也挺多的 这样那个野草应该就活不了了吧 小白药 控制肥 小肥药 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我种多肉特别特别的随意 你随便种它还活得挺好的 认认真真的种吧 嘿它还给你小姐脾气的闹着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主要还是占了那个地理优势 好这两颗用的就是这样的黑方 然后这三颗的话我看看 这三颗这个是三个头的 这个也是三个头 这是两个头的 我去找盆吧 小伙伴们看 这五颗我就已经移好盆了 这三颗 我移的是这个12厘米的小黑方 然后我又选了这两个这样的盆 太懒了 我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选盆是真的好懒 下面我们来给他们浇一下水吧 定根水 来你们好好的茁壮的成长 这一颗不准备下它的叶片了 因为它长得比较好看 其他的长得不是很好看的这种吧 不过呢 我觉得吧 也不需要下你们的叶片了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雪梅凉了 你们呢 就乖乖的负责 好好的美美的长大就行了 好了 看小伙伴们 颜值还是不错的呀 行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雪梅凉这个品种你种草了吗 拜拜 小伙伴们